注意看迷你世界中的野人猎手他正在挨揍 打他的这个人就是野人 并且不一会儿野人猎手就被野人去消灭了 但是野人猎手他却从来都没有还手 那么野人猎手受到野人的打 他为什么不还手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野人猎手 那么请点一个赞 对了小伙伴们 听说在评论区中发出鲜花就可以解锁新特效哦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野人猎手白天他会睡觉 我现在使用尼姆靠近野人猎手 此时的他们居然在叫 并且这个时候我让尼姆戴上了野人面具 我们靠近他 我们发现野人猎手的叫声 根本无法被面具所破译 哎呦我去关注Q666直接带走 喜欢尼姆的小伙伴 赶紧关注Q666呀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我们让兔子先生拉比靠近野人 我们可以听到他们也在叫 但是现在我戴上了野人面具 你们听 我们可以听到野人在说我要吃了你 所以说这就可以证明 野人其实是要比野人猎手厉害的 而野人猎手之所以不敢还手 那是因为他害怕野人吃掉自己 你们知道了吗 你的爱人 我来说 我来说